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那里睡的也有人去上去去把它喊醒 但是它一直就是那种就是有点求不但凡的感觉 就是眼又不去盛开那种去装睡 它一直还在上面睡的 差不多有50分钟 我有打过电话 但是这个地铁声音太吵了 不太建议有这种素质存在 因为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说的路上随俗 好的那我这边也马上联系工作人员 去查看一下好吗 我们这边现在也通知风雨车站去处理 具体我们现在就是会立即联系 我们车站工作人员去处理 官方币的工作人员去处理 那么他就料我来看 因为我们喜欢这边的工作人员去国有审言 力友, 我觉得我们最后卖是这个爱子的 这是我们重新度的工作人员去